哈喽大家好 那我们接着讲啊 啊就是在上个视频的时候 我跟大家补充的说明了一下 那个就是前面忘了讲的一个东西 就是欢迎参加大小大小设置啊 大家如果没看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们今天的话接着看一下啊 好我找一下笔记啊 啊我们讲布局对吧 好我们接着啊接着这个讲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这个 讲到了锚点了 然后我们现在讲这个嗯 配去吧好吧 页面 这名字我自己取的多页面布局啊 它官方就是一个pitch layout 啊多一 啊我喜欢叫它啊多页多页面布局啊 它是一个动态的布局 就是说 我们经常在可以哪里可以看到呢 比如我们去淘宝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比如这个东西啊 看了没就是一个窗口这样的感觉 就是可以横着浏览啊 就是一个这个的效果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吧 打开 呃现在06了 page layout 我们把这个烤过来吧 我们把这个烤过来吧 烤一个 烤一个 好改一下 好改一下 呃 page 这个 这个 好然后再考一个 随便考一个文件吧 啊 自己写吧 page layout test 里面的多 东西删掉啊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页面了 啊 运行一下 好 现在什么都没有啊 咳 那我们来看一下简单看一下笔记前 嗯 因为我们是通过这个类对吧 来创建了一个啊 一个布局页面 然后的话 啊 他有一些这个属性 我们比如还是用button吧来创建好吧 你先创建几个 才好看 比如我们创建一个 好创建一个button button 啊我们看一下 我们啊 设计了他的属性 颜色一下 比如这叫page page1对吧 好 好 那我们复制一下 好 这不行 复制一下这个吧 哎 这样 还在这种复制 好 多复制几个啊 好 这个 二 三 四 四个页面 够了吧 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啊 大家看了没 这就是按钮 我们一个按钮之一面啊 我们现在做的有点简单 好吧 我们填个颜色吧啊 不好看啊 大家还记得那个button填背景颜色怎么填的吗 啊 就是background 是不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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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属性来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什么 嗯 GBI 对吧 然后我们设置成 随便设啊 2255 0 啊 然后 然后什么 0 再设一个它的透明度 对吧 啊 整齐点啊 啊 强迫症我有 然后这个我们随便 前面跟大家讲了 我对颜色不敏感啊 所以我这边随便设一个 比如我这个改成255 2-5 200 200 我们乱改一个啊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效果 我们看一下 啊 就这个 配置一红色啊 太亮眼了 我改一下吧 改成100 还是还是这个颜色吗 100 啊 又是黄色了 我这个颜色真的是 不太懂 改个无视 好白色 但是这个字就看不清了啊 啊 那不影响吧 我们就 啊 还是改成 有强迫症啊 给大家浪费了点时间 那就这样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 现在就是相当于是我前面 跟大家演示说 那个淘宝上的一个浏览窗口 对吧 我们现在看一下它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我们可以翻开 对不对 左右翻 颜色也看不清了啊 你这个也是黄色吗 这个变成 0吧 黄色是哪一个值啊 啊 啊 好我们这样设置一下 随便乱设置一下 这个又是变成青色了 不管了 反正看了进行制就行了 啊 三页 这个黄色 这个还不清 我们就是这个效果啊 呃就是一个浏览窗口的 我们有时候可以做活动 是不是 可以把我们的产品信息放在这边 然后进行自动的浏览 是不是 那滑动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有些哪些属性啊 它基本的样子就是刚刚那个样子 我们看一下它有什么性 啊 这个这个 报的 就是可以设置它边界 啊 这个边界是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里 我们不是这边看的名 就是 我放在第一页啊 放在第一页 我切个图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边界就是指这个东西 就是现在我们本来是第一页对变 然后露出来的第二页的那个部分 好 我们设置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把它设置成1 面面的边界 好这咳嗽太难受了 大家看到没 现在就边界没有了 对不对 我们把它设置成100 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 好吧 好 那我们先看第二个 啊 第二个的话就是 一个0 呃我们先讲这个page吧 啊 page的话就是它的 它的什么 它的默论页面 大家注意我们现在运行一下啊 我们有四个页面 对不对 它默论现在是写的第一个页 对不对 就是0 它有点像我们的那个 列表 我们把这个我们的所有页面 呃就想象成放在一个列表 python列表里面 从0到多少 啊 它所以从0开始 它默认是0 那我们现在 咳 咳 咳 我们把它改一下啊 咳 比如我们设置成啊 2 好吧 设置成1吧 1就相当于是2 是不是啊 设置 啊 设置 默认 默认 页面 好 那我们运行一下 咳 大家看没 现在默认就是显示第二个页面了 它的索引是1 啊 很简单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还不看那么多 再看最后一个 这个再去看一下 比如这个灵敏度 灵敏度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滑的时候 我们现在先滑一下啊 我们现在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它是现在什么状态 我们现在滑 啊 不是很灵敏对不对 不是很灵敏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把它设置成一个 比如说是 它默认是多少 0.5对吧 我们把它设置这个0.9 设置 翻页 灵敏度 好 我们运行一下 我们现在翻一下啊 哎 哎 哎 不灵敏了 不灵敏了 这个 这个我应该写错了 它不是应该叫灵敏度 应该是叫 嗯 啊 就是我们要翻到 它那个多大的范围 它才会翻过去 啊 这个叫什么来的 我把它改一下啊 这个值叫 哎 在哪里去了 Touch 啊 翻页的灵敏度 啊 这边加一下吧 啊 用户 下一个页面 滑 滑 滑到 页面的比例 啊 下 下一个页面滑 啊下一个页面 比例吧 真的吧 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呃 大家注意到没有 就是我们用户要滑的时候滑了 大家必须滑到 他的百分之九 就是零点九 对不对 啊 到这个位置了 他才会滑过去 懂我的意思吧 比如滑到这里 啊 对不对 滑到这里 他滑过去 滑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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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到这边 他都不会都返回去了 懂吗 比如我们现在设置一个0.1 对吧 滑这一点 滑这一点就过去了 对吧 滑这一点就过去了 这一点就过去了 这一点就过去了 懂我的意思没 就是他这个是不是 不应该说 灵敏度啊 我就 就相当于是灵敏度嘛 就是说我们必须滑到 那个页面那么大 占他的 下一个页面的那么大比例 他才会 滑 生效 这边大家根据视频 理解就行了好吧 我们再看一下 啊 还有哪些属性啊 好 下面属性我就不讲了 我们现在再讲一下他的事件吧 好吧 他的事件也很简单 这就是 呃 一些简单的 我这是演示一个吧 比如我们移动好吧 我同样的 因为这个太简单了 跟以前学的是一样的 我们再设置一个 同样的这个吧 我们在前面再布局一个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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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test 啊 serve 好吧 然后我们 啊 我们设置一个 响应事件 对不对 响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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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我们打印一下 嗯 页面被滑动了 好吧 那我们显示一下他的 他的那个页面 好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运行一下效果 我这边还没绑定 对吧 对 啊 点 当然我们可以回车来写啊 啊 root.page 啊 不是不是配局啊 就是啊 touch 啊 test 好 把我们这个传过去 绑 并 事件 哼 好 我们显一下效果 哼 呃 大家注意一下控制台吧 啊 注意一下这个控制台啊 嗯 然后现在滑动一下 好 我们一滑他就出现好多了 对不对 他这是第一面 注意他这个页面是锁影值啊 是锁影值 一对不对 那我再换一个 给我再滑一下 哎 这边下来了 二对不对 如果三滑一下 滑一下三对不对 就是这个效果了啊 然后 哼 这边我改一下 我把这个原代码考进去 好 看一下这个叫这里 叫这里 好 这个删掉吧 好 那今天关于这个 啊 这个叫什么 多页面啊 Page layout 啊 就跟大家分享这里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的话 啊 我们再讲其他好像差不多了 可能就还有一两个布局吧 啊 就跟大家讲完 好吧 那我们今天啊 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